黃建委日前捲入MeToo風波 演員Mia 劇名指控她趁機性交 當時黃透過律師發聲明否認 反告Mia妨礙名譽 7日她在律師陪同下熟度被警方傳訊 她戴著口罩看得出來受事件影響有些憔悴 訊訊兩個半小時左右 Mia在友人的陪同下離開北檢 面對記者提問不發異語快步上車 Mia要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其實Mia在收到傳票的當下就已經在臉書公開 還說自己被告知需要戴著被黃建委 趁機性交貼文鎖評依據 去地檢署報到 而出庭前一天她在網路上寫下心情 表示自己深受飲食急患所苦 本來症狀已經好多了 但是人選之人開播至今 症狀慢慢回來了 有時候兩三天無法進食 常常覺得噁心想吐 後來才發現是被當年的事件影響 現在她只想盡快離開 和黃建委有關的一切 出庭前輩